美国联邦参议员4号公布备受期待的协议文本 将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新援助 同时收紧美国边境法 这项370页的法案预计最晚7号表决 英国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亨特勋爵 提名了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 以表彰该医疗组织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所做的不懈努力 亨特勋爵在提名信中写道 他们的行动深深植根于促进医学伦理和人类尊严的信念 智利中部森林大火目前已造成至少112人死亡 另有数百人失踪 而且伙势已经威胁到人口将近百万的两处沿海度假胜地 总统博瑞克坦言国家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悲剧 并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萨尔瓦多总统布格磊抢在官方结果出炉之前 自行宣布以超过85%的得票率赢得连任 42岁的布格磊因大力扫荡帮派 让这个饱受暴力困扰的国家恢复平静 使得他民调支持率高居拉美之冠 不过自从2022年3月 布格磊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 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也从来没少过 新唐人眼台电视真理报道